知了有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水浒传》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鹿鱼侯火烧草料场 十月 天里昭昭不可污 莫将奸恶作良徒 若非风雪孤村酒 定被焚烧化朽枯 自为名中诗济读 谁知暗中有神福 罪怜万死逃生地 真是归其伪丈夫 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 忽然背后人叫 回头看时 却认的是九生李小二 当初在东京时 多得林冲看顾 这李小二先前在东京时 不合 投了店主人家财 被捉住了 要送官司问罪 却得林冲主张赔话 救了他免送官司 又与他赔了些钱财 方得脱免 京中安不得身 又盖林冲 激发他盘缠 鱼鹿 投奔人 不想 今日 却在这里撞见 林冲道 小二哥 你如何也在这里 李小二便拜道 自从得恩人救济 激发小人 一地里 投奔人不着 一里 不想来到苍州 偷托一个酒店里 姓王 留小人在店中做过卖 因见小人勤俭 安排的好菜书 调和的好汁水 来吃的人都喝彩 以此买卖顺当 主人家有个女儿 就招了小人做女婿 如今 丈人丈母都死了 只剩的小人夫妻两个 全在营前 开了个茶酒店 因逃钱过来 遇见恩人 恩人 不知为何事在这里 林冲指着脸上道 我应误了高太威 生事陷害 受了一场官司 赐配到这里 如今叫我管天王堂 为之酒后如何 不想今日到此遇见 李小二就请林冲 到家里面坐定 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 两口欢喜道 我夫妻二人 正没个亲眷 今日得恩人到来 便是从天降下 我是最求 恐怕惦如你夫妻两个 谁不知恩人大名 羞嫩地说 但有衣服 便拿来家里 江洗缝补 当时管带林冲酒食 治完送回天王堂 次日又来相请 因此林冲得 李小二家来往 不时间送汤送水 来迎礼 与林冲吃 林冲 因见他两口功勤孝顺 常把些银两 与他做本钱 不在话下 有失为政 才离寂寞 神堂路 右手萧条草料场 李二夫妻能爱客 供茶送酒 一片长 且把闲话休提 只说正话 迅速光阴 却早东来 林冲的棉衣群傲 都是李小二 混家整治风波 忽一日 李小二正在门前 安排蔬菜下饭 只见一个人 闪将进来 酒店里坐下 随后又一人入来 看时前面那个人 是军官打扮 后面这个走卒模样 跟着也来坐下 李小二入来问道 要吃酒 只见那个人 将出一两银子 于小二道 且收放柜上 取三四瓶好酒来 可到时 国品酒传只顾将来 不必要问 官人请慎客 凡你与我去营里 请管营 拆拨两个来说话 问时 你只说 有个官人请说话 上一些事务 专等 专等 李小二应成了 来到牢城里 先请了拆拨 同到管营家里 请了管营 都到酒店里 只见那个官人 和管营拆拨 两个讲了理 管营道 素不相识 东文官人高姓大名 有书在此 少可便知 取取酒来 李小二连忙开了酒 一面铺下 彩书国品酒传 那人叫讨富劝盘来 把了斩 相让做了 小二独自一个 穿梭 也是服侍不暇 那跟来的人 讨了汤筒 自行荡酒 约记 吃过十数杯 再讨了暗酒 扑放桌上 只见那人说道 我自有半当荡酒 不叫你 修来 我等自要说话 李小二应了 自来门手 叫老婆道 大姐 这两个人 来得不尴尬 怎么的不尴尬 这两人 语言声音 是东京人 出师 又不认得管营 向后 我将暗酒入去 只听得拆拨口里 纳出一句 高太位 三个字来 这人 莫不与林教头身上 有些干碍 我自在门前理会 你且去格子背后 听说什么 你去营中 寻林教头来 认他一认 你不行的 林教头是个性极的人 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 躺活叫的他来看了 正是前日说的什么 鹿鱼猴 他肯辩吧 做出事来 去连累了我和你 你只去听一听 再理会 说的是 便入聚听了一个时辰 出来说道 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 正不听得说什么 只见那一个军官模样的人 去半当怀里 取出一帕子误事 低于管银河拆拨 帕子里面 莫不是金银 只听拆拨口里说道 都在我身上 好歹要结果了他性命 正说之间 格子里叫 将汤来 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 看见管银手里拿着一封书 小二换了汤 天蝎下饭 又吃了半个时辰 算还了酒钱 管银拆拨先去了 此后 那两个低着头 也去了 准备没多时 只见林冲 走将入店里来说道 小二哥 连日好买卖 李小二慌忙道 恩人请坐 小人 却待正要寻恩人 有些要紧话说 有诗为证 钱为奸计 害英雄 一线天教 把信通 窥杀有情 贤礼二 暗中回户 有其功 当下林冲问道 嗯 什么要紧的事 小二哥 请林冲到里面坐下 说道 却才 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 在我这里请管银 拆拨吃了半日酒 拆拨口里 拿出高太尉三个字来 小人心下疑 又拙魂家 听了一个时辰 他却交头接耳说话 都听不得 林了 只见拆拨口里硬道 都在我两个身上 好歹要结果了他 那两个 把一包金银 递于管银拆拨 又吃一回酒 各自散了 不知 什么样人 小人心下疑啊 只怕恩人身上 有些妨碍 那人生的什么模样 啊 五短身材 白晶面皮 眉慎自虚 约有三十余岁 那根的也不长大 紫糖色面皮 林中听了大惊道 这三十岁的正是鹿鱼猴 那坡贱贼也敢来这里害我 休要撞着我 只叫他骨肉为泥 只要提防他便了 岂不闻古人言 吃饭防掖 走路防爹 林中大怒 离了李小二家 先去街上 买把解腕尖刀 待在身上 前街后巷 一地里去巡 李小二夫妻两个 捏着两把汗 当晚无事 次日天明起来 早洗漱罢 带了刀 又去苍州城里城外 小街家乡 团团巡了一日 老城营里 都没动静 林冲又来对李小二道 今日又无事 恩人 只愿如此 只是自放仔细便了 林冲自回天王堂 过了一夜 街上寻了三五日 不见消耗 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到第六日 只见管营 搅换林冲到电视厅上 说道 你来这里许多时 柴大官人面皮 不曾抬举的你 此间东盟外十五里 有座大军草场 每月但是 那草那凉的 有些常历前取密 哦 原是一个老君看管 我如今抬举你去 替那老君 来守天王堂 你在那里 踹几棺盘缠 你可和差博 便去那里交割 林冲应道 小人便去 当时离了英中 竟到李小二家 对他夫妻两个说道 今日 管营搏我去 大军草场管事 却如何 哎 这个差事 又好似天王堂 那里收草料时 有些常历前抄 往常不使钱时 不能够这差事 却不害我 倒与我好差事 正不知何意 恩人休要疑心 只要没事便好了 只是 小人家离得远了 过几时 挪功夫来望恩人 旧时家里安排几杯酒 请林冲吃了 话不续烦 两个相别了 林冲自来天王堂 取了包裹 带了尖刀 拿了条花枪 与柴拨 一同辞了管营 两个曲鹿 投草料场来 正是严冬天气 通云密布 朔丰见起 却早纷纷扬扬 卷下一天大雪来 那雪早下得密了 怎见的好雪 由林江先辞为证 坐镇成团空里下 这回推杀勘连 眼熄洞柱子游船 玉龙林甲武 江海进平田 宇宙楼台都压倒 长空飘絮飞绵 三千世界玉相连 冰交河北岸 冻了十余年 大雪下得正紧 林冲和柴拨 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 早来到草料场外 看时一周遭 有些黄土墙 两扇大门 推开看里面时 七八间草房 坐着苍傲 寺下里都是麻草堆 中间两座草厅 到那厅里 只见了老君 在里面向火 柴博说道 管营拆这个林冲 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 你可急便交割 老君拿了钥匙 引着林冲吩咐道 苍傲内自有官司风计 这几堆草 一堆堆都有树木 老君都点见了堆树 又引林冲到草厅上 老君收拾行李 林辽说道 火盆锅子碗碟 都介于你 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 你要便拿了去 老君只闭上挂一个大葫芦 说道 你若买酒吃时 只出草场 头东 大路 去三二里 便有市井 老君自和柴博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 就床上放了包裹被窝 就坐下 升些焰火起来 屋边 有一堆柴碳 拿几块来 生在地炉里 仰面 看到草屋时 四下里崩坏了 又被淑风吹汗 摇阵得洞 林冲到 这屋如何过得一冬 带雪晴了 去城中换个泥水匠来修理 向了一挥火 觉得身上寒冷 徐寺 却才老君所说 五里路外有那市井 何不去沽些酒来吃 便去包里取一些碎银子 把花枪挑了酒葫芦 将火炭盖了 取粘粒子戴上 拿了钥匙 出来把草厅门拽上 出到大门手 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 带了钥匙 信不投东 雪地里 踏着碎穷乱玉 衣礼 背着北风而行 那雪正下得紧 行不上半里多路 看见一所古庙 林冲顶礼道 神明庇佑 改日来捎钱纸 又行了一回 望见一蹴人家 林冲住脚看时 见篱笔中 挑着一个草皱在露天里 林冲进到店里 主人道 客人哪里来的 你认得这个葫芦吗 这葫芦 是草料厂老君的 如何便认得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 且请少做 天气寒冷 且酌三杯 全当接风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 荡一壶热酒 请林冲吃 又自买了些牛肉 又吃了树杯 就又买了一葫芦酒 包了那两块牛肉 留下碎银子 把花枪挑了酒葫芦 怀内揣了牛肉 叫声相饶 便出篱笆门 依旧迎着说风回来 看那雪 道晚月下得紧了 古时有个书生 做了一个词 单提那贫苦的恨雪 广莫沿风瓜地 这雪下得正好 扯絮贤眠 才几片大如烤老 见林间竹乌茅 词 争心被他压倒 富士豪家 却言道 压账油嫌少 像的是寿炭红炉 穿的是棉衣续袄 手念梅花 唱到国家祥瑞 不念贫民些小 高卧有幽人 言勇多诗草 再说林冲踏着那锐雪 迎着北风飞野寺 奔到草场门口 开了锁 入内看时 直叫得苦 原来天理昭然 诱护善人意识 因这场大雪 救了林冲的性命 那两间草厅 已被雪压倒了 林冲寻思 唉 真的好 放下花枪 葫芦在雪里 恐怕火盆内 有火炭 炎烧起来 搬开破壁子 炭半身 入去摸石 火盆内 火种 都被血水浸灭了 林冲 把手床上摸石 只拽得一条续背 林冲钻僵出来 见天色黑了 寻思 又没打火处 怎生安排 想起 离了这半里路上 有个古庙可以安身 我且去那里素衣 等到天明确做理会 把被卷了 花枪挑着酒葫芦 依旧把门拽上锁了 往那庙里来 入到庙门 再把门眼上 旁边只有一块大石头 多将过来 靠了门 入到里面看石 殿上 素着一尊金甲山神 两边一个判官 一个小鬼 侧边堆着一堆纸 团团看来 又没林舍 又无妙筑 林冲把枪和酒葫芦 放在纸堆上 将那条续背放开 先取下粘粒子 把身上雪都抖了 把上盖白布衫 脱缰下来 早有五分尸了 和粘粒子 放在供桌上 把背扯来 盖了半截下身 却把葫芦冷酒 提来便吃 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 只听到外面 哔哔哔哔的爆响 林冲跳起身来 就避风里看石 只见草料厂里火起 刮刮杂杂烧着 看那火石 胆剑 一点灵台 五行造化 丙丁在世传流 无名心内 灾祸起苍州 烹铁顶 能成万物 铸金丹 海宇重楼 四经五 南方离位 迎获罪围头 绿窗归燕尽 隔花深处 掩映钓鱼州 敖兵赤壁 攻紧洗成谋 李进王 罪存完毅 田丹在 寂寞驱牛 周包四 立三一笑 因此戏诸侯 当时张剑草场内火起 四下里烧着 林冲便拿枪 却在开门来救火 只听了前面有人说将话来 林冲就扶在庙里听时 使三个人脚步声 且奔庙里来 用手推门 却被林冲靠住了 推也推不开 三人在庙岩下立地看火 树内一个刀 这条计好吗 一个硬刀 端帝亏管营 拆拨两位用心 回到京师 禀过太尉 都保你二位做大官 这番张教头没得推顾 林冲金番 直吃我们对付了 高雅内这病 必然好了 张教头那死 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 你的女婿没了 张教头越不肯应成 因此 牙内病患 抗痕重了 太尉特士安两个 秧民二位干这件事 不想而今完备了 小人直爬入墙里去 四峡草堆上 点了十来个火把 带走哪里去 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 便逃得性命时 烧了大军草料厂 也得个死罪 我们回城里去吧 再看一看 时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 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 也到我们也能会干事 林冲听的三个人时 一个是柴波 一个是鹿鱼猴 一个是傅安 林冲道 天可怜见林冲 若不是倒了草厅 我准定被这司门烧死了 轻轻把石头剁开 挺着花枪 一手拽开庙门 打喝一声 托谁哪里去 三个人急要走时 惊得呆了 正走不动 林冲举手割叉的一枪 先戳倒柴波 鹿鱼猴叫声 饶命 吓得慌了手脚 走不动 那傅安走不到十来步 被林冲赶上 后心止一枪 又戳倒了 翻身回来 鹿鱼猴却才行了三四步 林冲喝声道 奸贼 你在哪里去 劈胸指一提 丢翻在雪地上 把枪塑在地里 用脚踏住胸脯 身边取出大口刀来 便去鹿鲜脸上搁着 喝道 脱贼 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 你如何这等害我 正是杀人可恕 情理难容 不堪小人事 太为差遣 不敢不来 奸贼 我与你自幼相交 今日到来害我 怎不敢你事 且吃我一刀 把鹿鲜上身衣服扯开 把尖刀向心窝里指一弯 蹊跷蹦出血来 将心肝提在手里 回头看时 柴博正爬将起来要走 林冲安住喝道 你这死原来也嫩得歹 且吃我一刀 又早把头割下来 挑在枪上 回来把傅安 鹿圈头都割下来 把尖刀插了 将三个人头发 结作一处 踢入庙里来 都摆在山神面前 供桌上 再穿了白布衫 系了搭博 把粘栗子带上 把葫芦里棱酒都吃尽了 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 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 走不到三湖里 早见进村人家都拿着水桶 钩子来救火 林冲道 你们快去救营 我去报官了来 提着枪只顾走 那学月下的忙 答案见 林林阎明 雾气昏 空中祥瑞 将纷纷 须于四野 难分路 倾刻千山不见狠 淫世界 欲乾坤 望中隐隐皆坤伦 若还下道 三更后 仿佛填平 日地门 林冲头东去了两个耕次 身上单寒 挡不过那冷 在雪地里看时 离得草场远了 只见前面树林深处 树木交杂 远远的树间草屋 被雪压着 破壁缝里 透出火光来 林冲尽投那草屋来 推开门 只见那中间坐着一个老庄家 周围坐着四五个小庄家向火 地炉里面 艳艳地烧着柴火 林冲走到面前叫道 诸位拜祭 小人是老城迎差使人 被雪打湿了衣裳 借此火轰一轰 望其方便 庄客道 你自轰便了 何妨的 林冲轰着身上湿衣服 略有些干 只见火炭边围着一个瓮 里面透出酒香 林冲便道 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 望返回些酒吃 老庄客道 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 哪得会与你 休要指望 胡乱指挥三无碗 与小人荡喊 你那人休禅 休禅 林冲闻的酒香 月要吃 说道 没奈何 回些吧 真是的 好一拙你烘衣上像火 便来要酒吃 去便去 不去时 将来吊在这里 去去去 这四门好无道理 把手中枪 看着快艳艳着的火柴头 望老庄家脸上 执意挑将起来 又把枪去火炉里 执一脚 那老庄家的资虚 艳艳的烧着 重庄客都挑将起来 林冲把枪杆乱打 那老庄家先走了 庄家们都动弹不得 被林冲赶打一顿 都走了 林冲道 都走了 老爷快活吃酒 土炕上 却有两个椰瓢 取一个下来 请那翁酒 吃了一会儿 剩了一半 提了枪 出门便走 一步高 一步低 两个枪枪 捉脚不住 走不过一里路 被朔锋一吊 随着那山剑边 倒了 哪里争得起来 凡罪人一倒 便骑不得 罪倒在雪地上 却说重庄客 引了二十余人 脱枪拽棒 都奔草物下看食 不见了林冲 却寻着踪迹赶将来 只见倒在雪地里 庄客祈祷 你却倒在这里 花枪丢在一边 重庄客一发上手 就地拿起林冲来 将一条锁 敷了 趁五更十分 把林冲界头 哪个去处来 不是别处 有分教 鹿而挖内 前后百数千只战界 蒙冲 水虎寨中 左右列百十个 英雄好汉 搅扰的道君皇帝 盘龙椅上浑金 三凤楼中胆烈 正是说时杀气 亲人冷 讲述悲风 透骨寒 毕竟看林冲 被庄客借头渗出来 且听下回分节 up主之聊有声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十集 干啥啥都行 碾人第一名 大宋朝的汤 怎么这么神 本集故事中说到 高崖内贼心不死 鹿鱼侯再失毒计 苍州城小酒馆中 诸恶聚首 要将林教头烧死的 大军草料厂 且说这几人 讨了汤筒来 要自行烫酒 吃了会儿 又大声喊道 将汤来 这个时候 你要是九宝李小二 该送上去的是什么汤啊 有看光说了 他也没说是什么汤 你让我怎么送 是紫菜淡花汤 还是猪肚老母鸡汤 或者整上一盆 清炖鲫鱼汤 他总不能 真像某些好汉进酒楼 喊上一声好吃的随便上 最后万一钱不够 那不就双方都尴尬吗 看官您多想了 这送上去的汤 无色无味 无料无食 就是清澈澈 明澄澄 白晃晃的一桶 打开水 没错 汤在中国古代 就是热水的意思 鹿鱼猴拿着烫酒用 宋朝的时候 高度白酒很少 大多数人喝的都是 度数不高的米酒 这种酒 要是在夏天的时候 加点冰 那真是风凉节可 别有风味 不过鹿鱼猴过来没几天 林冲就掉去看守草料厂 留下风雪山神庙的故事 就知道那时候是冬天 这时候只会越喝越凉 胃里不舒服 所以得先用汤给烫一下 加热了再进嘴 这样浑身上下通胎 舒服 当然 能烫酒就能烫人 泡澡的池子也叫什么什么汤 就比如 大唐泡澡狂魔杨贵妃 他那御用澡堂子 滑青池不就分成了好多汤吗 用途各不一样 比如星辰汤 莲花汤是给唐玄宗泡的 海棠汤是给贵妃自己用的 还有太子汤 上食汤 那是分给大家同乐的 那宋朝有专门用来喝的汤吗 有 鱼汤 鸡汤 羊肉汤 这都属于荤汤 而甘草汤则是蜂蜜两宋的保健饮品 宋代人把甘草当成居家旅行 行走江湖的必备良芳 以此为主药 加了多种药材 制成了消产解渴的常用药饮 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背书 比如宋代官府设立的药局 太平惠民局 有一本成药处方书 叫做太平惠民合计局方 书里有猪汤一节 列有十六种汤方 豆蔻汤 木香汤 桂花汤 破气汤 玉珍汤 薄荷汤 紫苏汤 早汤 二姨汤 后破汤 五味汤 仙树汤 杏霜汤 生姜汤 义智汤 回香汤 这十六种方子里面 每一种都是甘草做底子 甘草在这些汤里的地位 就像是鸡尾酒的鸡酒 广东生滚粥的粥底 喝汤 是宋朝人重要的社交活动 集市上买两杯汤喝喝 就跟今天喝奶茶似的 四里开斋 也会准备上几大桶茶汤 给前来参加的香重解渴一二 来来来 先喝碗汤 别客气 甚至哪个地方来了新邻居 左邻右舍一起搞个茶话会 交流交流感情 喝的也是各种甘草汤 那么为什么甘草汤这样受欢迎呢 原来宋代吃茶的规矩复杂 点茶成为文人们较量的一种技能 耗时耗力 普通老百姓看不懂 也没那功夫 而且点茶是将茶叶末 放在容器里 加水 搅成各种图案 只能现喝现做 倘若是放的时间长了 这茶沉淀下去 也就没法喝了 所以宋代的茶 主要用来热饮 而甘草汤正好适合良饮 搞庙会这样的活动 方便又省力 而在大众饮料的身份上 甘草汤还有一种礼仪功能 宋朝人代客有先茶后汤之说 客人来了先上复杂精致的茶饮来表示敬意 事谈得差不多了 若是您直接说一句 要不您了回去 这多伤感情啊 所以这时候就会上一碗汤 喝了以后 大家心照不宣 告辞送客 皆大欢喜 当然明朝以后 泡茶成了主流 换一碗茶也不必耗那么多功夫 端汤送客的风气 就渐渐变成了端茶送客 不过甘草汤 并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 广东人喜欢喝的凉茶 就是宋代甘草汤的现代版 所以说当一名大宋朝的小二也不容易 客人叫一声上汤 你得知道这汤是烫久的还是下肚的 要是应对不当碰上个急脾气 一双老拳砸过来 其不愿在 明星小贴士 中国古人善于利用自然中 已经有的东西当包装材料 比如用葫芦来盛酒 用荷叶来包肉 用草来编绳子 既方便又环保 也是一种自然的智慧 大家好 我是孟凡君 我们今天继续进行 传世名著《水浒传》第十回的解读 在这回中啊 作者采用了许多 不曾料到的叙事手法 营造了一种惊险刺激 扣人心弦的氛围 下面将分别做介绍 第一 林冲不曾料到 他会在苍州劳城营附近 遇到李小二 书中介绍 这李小二啊 先前在东京时 偷了店主人家的财物 被捉住送官司问罪 蒙林冲搭救 这才免于吃官司 林冲又给了他一些钱财 送了他一些盘缠 让他离开东京 投奔他乡 却不想又在这里撞见了 第二 林冲不曾料到 李小二会成为他的救命星 这李小二啊 因为偷盗获罪 何况又是偷主人家的钱财 可见也是缺德之人啊 林冲对他多有关照 估计也没指望得到什么回报 结果有一天 这李小二突然向林冲报告 他的酒店里啊 来了个东京来的人 五短身材 白净面皮 眉慎之虚 约三十余岁 请管银 拆拨 吃了半日酒 又把一包金银递与二人 然后散了 林冲听后大惊 此人正是鹿鱼侯 来至此处 定与林冲有关啊 多亏了李小二的报告 林冲有了提防之心 第三 林冲不曾料到 要来加害林冲的 鹿鱼侯 竟然玩起了失踪 听说了鹿鱼侯的行踪 这林冲大怒 先动身去街上买了一把尖刀 前街后巷到处搜寻了 并未见到鹿鱼侯的人影 次日又团团寻了一日 依然没有动静 街上一连寻了三五天 鹿鱼侯踪影全无 因此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第四 林冲不曾料到 大雪压倒草厅 竟然让他死里逃生 林冲被安排看守草料厂后 与前任看守的老君进行了交割 因为雪大天寒 便去附近市井孤久屈寒 回来时 忽见草厅被大雪压倒 林冲无法 只好搬到买酒半路上的 一所古庙村深 进庙不久就听见外面 哔哔哔哔的爆响 从避风里看时 只见草料厂里火起 四下里烧着了 原来是拆拨鹿鱼侯和富安定计 火烧草料厂加害林冲 于是林冲叹道 天可怜见林冲 若不是倒了草厅 我准定被这司门烧死了 第五 林冲不曾料到 拆拨也加入了置他于死地的行列 林冲刚到苍州劳城营时 拆拨不见林冲送钱 便指着林冲破口大骂 贼配军 后来见了林冲送他的五两银子 又冲着林冲笑 并说道 林教头 我也闻你的好名字 虽然幕下暂时受苦 酒后必做大官 后来啊 林冲又托拆拨 把十两银子交给银馆 拆拨又偷偷扣下一半 只交给银馆五两银子 由此看来 拆拨只是一个小肚鸡肠的贪财之人 未必能做出害命之事 但是草料厂的冲天大火 颠覆了拆拨的形象 第六 拆拨等人不曾料到 林冲竟然没在火场 而是躲在身后的破庙里 林冲见草场那火起 正要开门救火 只听得前面有人说话 三个人奔庙里来 用手推门 却被林冲顶住了 三个人一边看火 一边兴奋地交谈着 放火害林冲的经过 林冲仔细听时 站在外面的原来是 拆拨鹿鱼侯和富安 三人是万万没有料到啊 应该被大火烧死的林冲 竟然与他们只隔着一道破门 林冲挺枪拽开庙门 先一枪戳倒了拆拨 又一枪戳倒富安 再一刀弯出了 陆鱼侯的心肝 最后割下来三个恶贼的头 便出庙门 投东而去 这第七 读者不曾料到 饱受恶人陷害的林冲 也会行凶为恶 林冲远离草料厂 发现前面树林深处 有树间草屋 里面有一个老者和四五个少年 烧着柴火驱寒 这林冲啊 因被雪打湿了衣裳 想借着火烘一烘 得到了众人的同意 后来呢 林冲闻见了酒香 便要买酒吃 因酒已不多 众庄客不卖 还多有怨言 哎呀 好意请你来烘衣上 你却来要酒吃 赶紧走 否则就把你吊在这里 结果林冲大怒 用手中的枪 把一根燃烧着的柴火 挑到了老人家的脸上 烧着了老人家的胡须 众庄客都跳起来后 林冲用枪板乱打 打得众人一晄而散 林冲却说 都走了 老爷快活吃酒 于是就把那一瓮酒喝了一半 林冲的这一段先烘衣服后要吃酒 然后又打人抢酒吃的描写 已经完全不是大人大义英雄汉的做派了 为后来林冲的悲剧性人格的发展 进行了巧妙的铺垫 讲到这里 我们不妨把林冲抢酒 与鲁智深在瓦贯寺抢粥做一个对比 鲁智深经过瓦贯寺时 看见僧人们煮粥也想抢着喝 但是一听老僧人们已经饿了三天了 鲁智深便停了手 把粥留给了老僧们 而林冲抢酒不成反调起燃烧的木柴 烧了老者的胡须 相比之下二人的形象高下立判 第八 林冲不曾料到他会醉倒背擒 林冲打跑了众人将瓮酒吃了一半 然后呢提枪出门 走了不过一里路 被风一吹便在山剑边醉倒在雪地上 结果重庄课被打散之后 又纠集了二十余人 循着踪迹赶将来 又见林冲醉倒在雪地里 就把林冲一条绳子给捆了 在五更时分 把林冲压界到一个去处 以上所说的 是这回中诸多的不曾料到 正是因为这些意料之外的描写 才使得这回的故事 风回路转透人心弦 啥是好看呢 不过在诸多的不曾料到之中 也有某些似乎意料之中的事 这第一 陆于侯自幼与林冲相交 但为了讨得高求和高崖内的欢心 不惜为虎作娼 助纣为虐 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林冲 最后被林冲用刀弯出了心肝 真的成了一个没心没肝的人 第二 拆拨见钱之前 穷凶极恶 见钱之后是花言巧语 确实是一个恬不知耻的无良之辈 在火同陆迁和富安 火烧草料厂陷害林冲时 被林冲一枪捅倒 后又一刀割下了脑袋 第三 富安为高求属下 以逢迎高求高崖内为能事 每天不是害人 就是在害人的路上啊 终于被林冲一枪捅死 割了脑袋 第四 林冲遭高求陷害 本令人同情 但林冲逃出草料厂之后 为了吃酒 不惜欺负老大爷 结果醉酒被秦 吃了不少苦头 是恶有恶报 好 本回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下回精彩继续